传出说这个中国正在跟空八 在谈一个飞机的大单 我们要请教这个唐老师 那这样子的话 美国现在要制衡中国大陆 法国这样的一个情形 会不会变成是抗中的破口呢 非常有可能 这个中国跟法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可以说是在过去的 很长的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都有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这里面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跟法国之间的关系 长期不睦 所谓长期不睦的意思 从二战开始 美国人认为你打希特勒没有贡献 因为你投降了 你40年就投降了 那法国人认为 他说这个是欧洲 欧洲在德国被打败以后 谁最大 那当然是法国最大 对不对 我是欧洲大陆 现在唯一的大国 那个时候二战以后 可是你美国在这边一直起始 所以说美国跟法国 从那个时候就解下两子了 这里面我再讲一点好了 就是说美国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三个 西欧大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来做比较的话 美国跟英国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没什么障碍 跟法国是最差的 因为他们经常有旗舰 有举语 可是跟德国 德国刚好夹在中间 大概我们有一个这个架构 一般我们提到法国会觉得 也是美国的盟友 但实际上台面下的关系 可能不如大家想想的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里头第一个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1964年 1964年美国还在打越战 可是法国就跟中国 就正式建交 而且建立大使级关系 跟其他国家都有 都还是有关联 可是没有到大使级 那是第一个 那可能等于说 就是捅了美国一刀 那个时候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然后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1966年 法国就把北约 原本在巴黎的总部 把他赶走了 这个就是跟美国 对 就直接对抗了 对抗了 然后还有很多 包括2019年 这个马克宏说 北约恼死了 他说因为你在中东的事情 你都不要经过我们 再加上最近 大家可能比较印象有深刻的 就是2021年 这个AUKUS AUKUS包括英国 澳洲跟美国 他们三个国家 硬是把原本 法国跟澳洲 他们要合资 来制造 这个传统潜艇的 这个案子 硬是把它打消了 然后用传统潜艇 来加以取代 最后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是英国在2016 他就退出欧盟了 所以说现在在欧盟当中 法国是唯一的联合国武藏 那他当然有使命感 他觉得说 我应该是整个欧盟的领导人 所以他经常的 就开始要表现突出 然后表现突出 刚好就跟美国对坐 那在这种情况下 刚好就给了中国这边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来跟法国合作 跟法国合作 拉拢一下法国 拉拢关系 然后来共同针对美国 当然有 就这个给习近平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你看譬如说去年4月 马克宏到大陆访问 除了北京谈判 大家座谈完了以后 马克宏到广州 习近平也跟着去广州 然后大家还共同听音乐 这个是非常非常海贱的 因为习近平多半都是在北京 接待外国领导人 很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而且一派休闲 这个就等于说是 破格的高规格接待 就特别的要拉拢法国 所以在这次空发并单 那当然 当然就是一个大礼物 大礼物 意思就是说我们联合抗美 那这样相较之下 你刚刚提到 德国的话算是夹在中间的 那我们知道德国 这个萧姿才刚访中 那么回到国内 但是马上就宣布 他们逮捕了一名 中国特工的嫌疑人 而且在前一天 德国当局也逮捕了三名 等于是已经逮捕了四个人 那么才刚访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传出这样的一个事 其实中国当局 他们也是言辞的否认 他们说这个根本都是捏造的 当然 中方一定是反对的 那可是我想 这个德方 他一定是有所本 而且一定是有一些证据的 这个里头 四个人里头比较 受到我们关注的 是有一个华裔的德国人 那这个人 他已经在德国 已经都十几二十年了 他已经是落得德国籍了 可是他现在的职位是什么 是这个AFD 就是这个德国另类选择党 也就是一个极右派的政党 他的欧洲议会议员的助理 那这个议员 他特别的觉得 应该要同情俄罗斯与中国 他觉得目前的这个情况 美国是全世界的罪魁祸首 这个很奇怪 在德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因为他们这个党 就是属于的极右派政党 是比较亲中的 比较反美的 对 比较亲中反美 你这样讲也是完全正确的 尤其还请俄罗斯 他说我们不应该跟俄罗斯 搞得那么僵 我们应该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 同样的也应该要跟中国 要拉拢 然后来共同对抗美国 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 可是这个党AFD 他现在的民调 现在已经都有各家的做民调 他如果说要这次参选的话 因为他6月6号 这个欧洲议会要选举了 这个党可能是德国的最大党 这个非常非常害人的 那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德国的这种 所谓的极右派 以及台外的情绪的 这种支持者非常的多 那这个党呢 他就是以反对 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一个政党 他原本是反对欧盟的 那后来呢 就因为有了难民 他就开始反对难民了 那结果后来又打仗了 又打仗了 他就觉得说 这是美国造成的 所以他如果变成最大在野党的话 那等于说 他是比较亲中亲俄的 反美的话 那以后德国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话 那可是这里头 当然会有一些变化 可是呢 所有的其他政党 都不愿意跟这个AFD合作 那所以说他被孤立了 他是孤鸟 那所以他虽然可能 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党 可是呢 他还是很难很难 进入到政府里面来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结束三天的访中行程 但是他接受专访的时候 却提到说 美国已经看到中国试图要影响 而且说是干预在11月要举行的 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想请教唐老师 他说已经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证据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 他如果有证据的话 那你就用法律来证明 说有这个事 你这个空口说白话 我们也搞不清楚 不过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下 美国的心态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你要媒体 要出书 要做什么的话 都非常的自由 可是中方 中国刚好相反 他的控制非常严格 再加上你譬如说选举的话 你选举的话 那有各种不同的 包括媒体 包括宣传 包括什么的话 都可以用钱买的 那你中国呢 你根本的动都动不了 因为他都是间接选举的 然后一步一步再选上去 选到这个全部代表大会 所以说美方会觉得说 这一块我根本敌不过你 你可以干涉我 可是我不能干涉你 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公平 因为制度造成的这种 不公平的这种状态 所以美方他当然 他心里上是觉得 确实有一些不良的感觉 但他觉得中国干预 那中国会比较希望谁当选 现在中国到底希望谁 我倒觉得说还很难说 不过最可以肯定的是说 拜登起码 因为跟他有过交往 当然跟川普也有了 可是最起码拜登 他是比较可以被预测 意思就是说 你虽然是美国总统 可是川普 这个很难说的 不舒服 我是 예요 还